這首歌叫做《再見寧靜凱》 很喜歡的一首歌 特別是這次有幸邀請到外文填詞 他的故事 他的歌詞 我們一天收到的時候 一路聽著自己的demo 然後再看歌詞 反覆看了幾次之後就馬上鼻酸酸 就是很有感受 然後是我很喜歡的一個題材 一個故事 所以很感謝他 我覺得這首歌是充滿遺憾 有一種思念的悲傷在裡面 而我覺得這次的demo也很呈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很整體的一件事 因為這次拍這個demo的時候 我只是在拍劇 這次剛好開了一整天的電影 然後通宵再緊接著拍MV 中間是有點累的 因為控制不到自己身體 在車上睡著的時候 一下車第一步是 差點撞到地上 幸好旁邊有人 然後整個叫進去 現在不然就掉了下來 有幾個時刻是會這樣 不自控地上休息 但是其實過程中 自己不覺得很累 因為很投入到一件事 很專注、很享受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了那種累的感覺 也都很開心 因為其實導演知道我原來要開完一個大通宵之後 再來拍 其實他們有點擔心 因為這次劇情的故事上 演繹上的考驗 他們會覺得比較高一點 他們會擔心 啊 又不夠休息 這樣行不行啊 但是最後其實都很順利 我們其實全部都是 大概一剔就完成了 其實《再見寧靜凱》這首歌的歌 是關於月球的 類似一種感覺 就是離開了的人 在月球上看著你 當初和Wyman有解釋過的故事 有說到其實這首歌是關於1969年 即是岩士堂登陸月球的一個故事 你登陸了月球之後 你就會覺得 我遲些回地球 落著地 落地面之後 一定要再上去 但其實你未必做到 可能之後未必上得到月球 所以其實是充滿很多遺憾 而這首歌的主旨 就真的頭兩句歌詞就已經包含了 就是最快樂時後未知最快樂 到跌落泛層就知而沒有 都是說說大家 很幸福的時候 其實不明白自己也很幸福 所有東西都是失去了之後 才想回頭就帶著這個遺憾中路 導演亦都在MV那裏擺了 《五月天的斯品道月球》這首歌 就是一個我向我的女朋友表白的一首歌 所以其實我們之間的聯繫是跟月球很有關係的 包括可能我們在音樂下 都是在說關於月球的 而去到MV最後那一幕 就是很虐心的那一幕 其實他留給我的那本《筆記簿》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提到月球的東西 他也有說說我離開了之後就會在月球等我 就是從小到大的確我自己本人是甚少哭的 因為小時候ADHD 以前那個年代沒有很正視 純粹覺得小孩有益 要打 譬如爸爸和媽媽打的時候 就說你道歉 我就很狠狠站在那裡 你繼續打吧你繼續打吧 打到你累為止我也不道歉 從小到大都很少哭的 特別是大過了之後也有個慣性 有個機制 不知道是不是屬於自我保護的一種機制 就是不太被自己的情緒呆勞 情緒一湧上來的時候 自己的身體很自然地就會把它壓下去 其實有時候演戲的時候 也有些時候會遇到這件事 我感覺到那個感觸了 很有情緒 很有東西想發出來 但是自己其實我沒有控制到 但是身體自然就幫我壓低了 但是這次 其實第一天拍攝的時候 就跟我們女主角Cherry 就是我們第一幕的戲 就已經是很有感覺了 也都很感謝她 因為她演繹得很好 所以我看著她雙眼 去感受這件事的時候 就已經是大家一起進入了那個世界 所以其實所有的情緒 感情的演繹的部分 都是完全代入了 完全投入了 所以就很自然地流露了出來 中學那時不懂音樂 中學那時只是設定打球 但是去到大學自己 我自己學音樂之後 就有跟朋友有夾過阿BANG 那是一個挺好的一個 一個歲月 一段時間來的 就是大家就真的 又不是為這什麼東西 純粹大家夾 這樣 挺好玩 大家挺享受那件事 很純粹地去做 所以都挺懷念過一種感覺 新年都沒有什麼計劃活動 因為現在每天都拍劇 之前其實都是平安夜聖誕 新年夜聖誕 這些全部都是拍劇 劇組那裡到過 好 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心健康 時事順境 希望大家會喜歡 《再見寧靜凱》這首歌